好的,那么今天很荣幸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作为从事3D打印设计这样一个岗位 然后有这么多案例积累的一些关于这种轻量化的一些经验还有一些案例 那么主要是这几块 然后我是上海微电子装备 然后上海微电子装备集团股份也有件公司的 然后我们公司主要是做就是现在这个右边的这样一个指标 然后这些零部件的精度要非常非常高 同时它要高速的运动 所以在光刻机这边轻量化的场景是非常非常多的 而且是非常非常苛刻的 那么我们现在大概一年的3D打印的应用量大概有一千万 然后金属3D打印的话做了大概有两千种 所以在这个行业里面虽然比较小众但是确实经验很足 然后我们涉及到的各个的3D打印工艺都有涉及 然后主要的话是SM大概占81.5% 右边的图可以看到 然后就是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样一个背景的话 是这种正裁制造轻量化的这种优势 那么轻量化很明显它可以像左边这样一个汽车 它很轻它就可以节省很多的能源 然后另一方面包括我们实际工作有很多的工装我们希望很轻 那么这些就可以节省很多的能源 然后节省这种人力 然后中间的话就是光刻机的一个截图了 大家可以看到光刻机的中间这样一个台子运动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那对于这样一个场景来说我们就希望它更轻 然后刚度更好 然后这个东西尺寸更加的稳定 所以对于我们这种场景来说我们要追求的比刚度和比强度 然后第三块就是生产了 这个大家行业懂的都懂的 就是我可能我们3D打印是论课来算 那么如果你的重量做的特别轻的话 你的成本会更低 那么我个人的理解对于真材制造的设计来说 它分为两个维度 一个是宏观的维度 一个是微观的维度 宏观的维度的话就是我们大家常规的最常体会的这种脱步优化 或者创成设计 那么对于微观来说的话 它就可以有点阵 还有这种多材料 比方说我们现在很流行的可以不锈钢和高红合金混着打 或者钛合金和铝合金混着打 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就是金格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块 那么脱步优化 这样一张图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能让大家体会到脱步优化在做什么 它实际上是在根据 就有点像整容吧 相当于给我一样一个工况 它能够找到这样一个最优的解 就像右边的这样一张图 它能够获得一个较为优秀的一个解 那么脱步优化 它一般来说是用最大高度或者最小柔度 这种算法来计算 现在目前上大多市场上的软件 基本上都是用这样一种算 你种到50%的时候 这个工况涉及到三种工况 当你做到减重50%的时候 你会发现脱步优化算不下去的 就是这个50%的时候 它的压力已经 最大的硬力已经超过了 196197 也就是说对于常规的脱步优化来说 它的极限可能只能做到减重70% 那么我们用创成设计的话 它就不一样 它就可以做到50%的减重 同时满足这样三个指标 在三种工况下面 我都可以降到压力小170% 这就是创成设计比脱步优化优秀的地方 那么这样一个对比的话 左边和右边这两张图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 就是我们常规的脱步优化是白色的 但是我们通过那种创成式优化设计的话 可以做到红色的 很明显 如果你是跟我一样做这种 做这种机械设计的话 你应该能感觉到这两个软件的差别 很明显 创成设计的话 它的硬力没有那么集中 那么这些都是创成式设计的一些案例了 大家可以明显体会到脱步优化 跟创成式设计的区别 那么创成设计可以考虑很多的因素 可以考虑刚度 可以考虑强度 但是往往我们脱步优化的时候 我们只能做刚度 因为它的算法是这样 那么最后一张总结的话 就是脱步优化是左边 但是创成设计是真的是右边 创成设计是接近天然的这种 所以你看到创成设计的东西你就感觉是天然的美女 但是脱步优化的话就感觉像是整容整出来 就是这种体会 那么除了这种宏观设计以外 微观设计的话我们会涉及到一种多材料 就是 当然这个目前3D打印的工艺现在并不是那么先进 所以现在算法是 在我的理解来说 算法是比工艺要提前的 所以这种多材料的这种设计 其实在工程上面应用的案例还是非常非常少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就是点阵了 那么点阵的话 我们实际上分为两种 一种是有序的 一种是无序的 有序的金格就是像左边 所以这种 当然像这种 像这种东西的话 就是无序的 那么金格的话 我们通常去修改它的金格的大小 然后密度 然后类型 基本上是通过这几种方式来控制它 那么接下来我就分享一些实际的案例了 拓步优化的话 那么拓步优化的话 那么它的案例 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尤其是左下角这样一个龙门架 你发现拓步优化出来的东西 跟我实际做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因为拓步优化的东西 它总是没有办法像我们设计一样去考虑那么多 在软件里面 它只认最大的刚度 最小的柔度 那么尤其是 以SM这样一个案例为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款软件 我们经济过这样一个拓步优化的过程 就可以发现 中间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修改 然后我的打印过程 我也需要去加很多很多的支撑 来保持这样一个设计 所以很多时候需要人为的去干预它 但是如果我们用创成设计的话 我们就可以做到 这上下就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案例 就是上面是拓步优化 下面是创成设计 你们可以看到右边 尤其右上角那个拓步优化 很明显已经没有办法实际在应用 但是如果你用创成设计的话 你就可以做到 像右下角这样 就可以甚至可以直接应用 而且效果还挺好的 至少以我的现在访证结果来看 右边可以看到减重 至少减重了一半 同时强度和刚度都没有明显的下降 所以创成设计很多时候是可以直接应用的 那么 这个也是一个拓步优化的案例 就是我经过拓步优化过后 然后为了保证这样一个3D打印 我加了一个金格 来做这样一个反射镜 但是实际的话 我们用创成设计可以做到这样 就可以直接这个零件拓步完之后 就可以直接打印 所以在我看来 创成设计是比拓步优化更加好的一种算法 也是更为期待的一种设计方法 那么接下来金格点证的话 就是分享一些微电子的一些案例 就是像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 我们在拓步优化之后 做成一个右边可以看到 做成像桥梁一样的 这样一个结构之后 重量还是下不下来 所以我们在里面填充了金格 然后这也是微电子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 就是我们需要在这样一个空间里面填充 这样一个形状 同时我们希望它重量尽可能的轻 然后它的耐热能够达到500度 所以它只能用金属 那么这样一个工况 就会产生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 就我们设计金格的时候 我们到底能够做到多情 那么就是这样 回归到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让你3D打印一块砖 你能做到多情 就回归到这样一个工程问题 那么你们现在能找到的文献 基本上它只能做到 我感觉10%就很了不起了 那么极限到底在哪里 那么这就是我们用困团的软件 来做了一个案例 我发现用它的软件 可以做到极限2.4% 这个比重已经是行业里面 我可以说应该非常非常少见的 就可以做到这么轻 通常的金格是很难做到这么轻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做了一个抗压的实验 发现这种这样的金格 是可以打印出来 而且强度还可以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用它们的软件 去填充这样一个金格 打印了这样一个砖 所以我现在能给大家分享 就是我做金格的话 最小可以做到2% 这么轻 这就是打印出来的效果 也是OK的 实际我们装下来 反正这个东西也已经量产 那么最后再分享一个 产线上一个工装 因为大多数 它们的产线 只是要表层的一个皮 那么它一样 也是涉及到减重 也是涉及到成本 所以它也希望尽可能的轻 那么我同样利用了 昆腾的这样一个软件 3Dexpert这样一块软件 来做这样一个轻量化的处理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降本 反而用3D打印 是可以比传统的加工 更要优惠 更要便宜 那么最后分享一点 分享一点我的自己的感悟 就是做轻量化设计的话 现在很多很多很好的算法 可以给设计师提供了更多的视角 尤其是创成设计 加上3D打印 你可以设计出来 你也可以打印出来 那么相对来说 给我们开启了一种上帝的视角 这是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 做在我们这个时代 做设计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么还有当算法做到一定极致的时候 应该所有的拖步优化都会回归到自然 然后你所有的设计 可能最后的尽头又会回归到自然 因为自然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 当你的算法做到一定程度 你会发现跟自然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类似 那么最后是我的个人的一些 个人的一些联系方式 然后因为我是比较open的一个人 然后我也欢迎大家能够加我的微信 然后能私下跟我交流 因为在这块设计来说 我也是在追求进步 然后谢谢大家